著名建商Toboda 托尔兄弟 在Pleasantia 這個城市靠近Yoblinda 新建了一個樓盤 樓盤名字是叫Vista Lows 我們現在拍攝還樣板間 戶行1的名字是叫Elena 很好聽的名字 Toboda的習慣是不用123戶行來命營 每個戶行都有自己的名字 戶行1是室內1859尺 地塊平均佔地是4200尺 要板間佔地應該是在4700尺 我們進來看一下 四房三位 帶自己抓位是獨立屋 這要板間十岔外地面 我們看一下板間的時候 看看它的結構 不需要關注它室內的軟裝和家具 一進來是有跳高的客廳 做得很漂亮 新盤已經不分Leading Loom和Family Loom 我們都稱為大客廳 這裡餐廳的位置 旁邊是客廳的位置 前面是廚房 在進門的左手邊還有一個房間和衛生間 要板間做了很多升級 比如像餐廳的位置 它的牆壁這邊是做了木門的裝飾 廚房倒台是瀑布效果垂下來的 頭包的建商以戶型和室內升級而文明 灰色的櫥櫃做到頂 簡單說一下這個 挑高的樓梯 挑高的這個Living Loom 它是可以花四萬美金 升級為樓上的loft 或者樓上的第五個房間 好 院子很大 樓板間佔地四千六百多尺 所以院子比較長 普通地塊佔地應該四千兩百尺左右 頭包的院子是重金打造的 像這個側院其實並不是很大 但是它做了很漂亮的泳池 還有噴泉 好我們回到室內去看一下一樓的房間 還有樓上的三個房間 總共四個房間 一樓房間是在路戶門的左手邊 房間裡面的地毯 房間的床後面的牆壁也是貼著牆紙 有一門一帽櫃 像這個窗戶是對著自己家後院的 就對著泳池方向 衛生間在房間對面 全位 好一樓是有一個房間 一個衛生間 然後挑高的Living Room 好上樓看一下 像這面牆壁也是做的裝飾 目前一樓二樓都是墓地板 這是需要升級的 好上來之後 右手邊是一個次卧 樓上是三個房間 兩個衛生間 其中兩個次卧會共用一個衛生間 這是小朋友房間 牆壁是恐龍的牆紙 這次卧旁邊是洗衣房 然後在這條走廊是可以看到Living Room的 非常漂亮的吊燈 這是另外一個次卧 兩個次卧是在上來的走廊的兩側 也是一個小朋友房間 這個次卧旁邊就是它的衛生間 所以兩個次卧 在走廊的兩頭 樓上走廊兩頭 共用一個衛生間 好從這裡走是主卧 主卧是做的吊頂 這些都是升級的 就實際交房的時候是沒有這些吊頂 牆壁也是白牆 沒有這麼多個性化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裡面的衛生間 跟樓下的廚房是一樣的廚櫃 獨立浴缸 還有淋浴房 像這個衛生間都貼了牆紙 一毛巾也做了櫃子 好簡單總結啊 這套房子是在 Plancentia 是Tobrida打造的全新的社區 叫Vista Lowe's 護行醫 護行醫名字叫Elena 室內是1859尺起 為什麼說起呢 因為它的挑高的Living room 挑高客廳是可以做成樓上的loft 或者是第五個房間的 所以可以增加面積 現在第一期 上一期售價是147萬 下一期應該加價一點點吧 具體價格還不知道 總共整個社區一百套房子也不多 好 有興趣約河馬經驗開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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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